為何會有邪靈入侵 第一是有些人扮偶像 小時候契過觀音和黃大仙 契過這些偶像 我試過以前有一個初中一的男生 他來到教會真的很熱心 但後來我知道他是契過觀音和黃大仙 我們就找一次機會和他趕邪靈 一趕邪靈的後果好像是獅子跑跑 而且他的手是爪的 地上是藍地,全的手指都合起來 刮到地上 並控制不到隨時有活跑出來 這就是他裡面 因為他先契過觀音和黃大仙 而他未清理的時候 邪靈還在裡面 如果他有罪 有罪和有情緒問題 就很難接放 他裡面的罪 就會拔著他走 有情緒問題也會影響他 所以我們盡量留在一個喜樂的狀態 其實有神照顧我們 我們沒有什麼需要擔心 這些人 這些人怎麼做呢 就是幫助他真信耶穌 悔改 凝聚和離開罪 在處理趕邪靈那裡 他離開罪是要盡量透切的 其實盡量透切 有些人就會覺得 譬如有個人有邪靈 我要處理罪 所以他這麼透切才能夠趕到 那些人好像有些罪也趕不到 其實對他來說是益處 好像令到他要去處理 就是他裡面有些煩惱 有些憎恨 有些憎恨 那些邪靈就趕到 都很難走 因為他會 就是抓住這個人的罪 我們都試過不同的情況 當那些人願意 將生命給耶穌 好了 耶穌我聽完你的話 願意順服你 那麼立刻他就 立刻釋放 我在網上也有個影片 他一說 將生命給耶穌 接著 他一說 他就看到天使在那裡拍獎 他說很開心 就是很真實 邪靈是會帶來一種被人的影響 邪靈的入侵 其實一個是白偶像 另外就是人很軟弱 這些是經驗 軟弱、病、臨死都可能會有邪靈功 臨死我們可以明白 因為臨死的時候 邪靈是想拿他的靈魂 所以他如果他不死 邪靈有些就會留在他的身上 我以前認識一個人 他小時候 他的妹妹和他一齊遭遇 他妹妹就死了 他就死了 但他之後 他的邪靈很難清理 其實也是他有一些情緒沒有處理好的 於是就難清理 但就是因為他那個妹妹死的時候 那些邪靈去了他身上 另外也認識一個人 他有幾個朋友在一起 那些朋友撞車死 坐電單車撞車死 他就抱著他的朋友 一抱著他的朋友 他立即失了知覺 失了知覺 後來那些人就說 看到他打人 但這個人是不打人的 那些人叫他不要抱著屍體的時候 他就打他 這個不是他正常的反應 然後他那一晚就發現了魔鬼 向他爭靈地笑 然後他過了很多年後 神就感動他 把他放進去做釋放 這個人就很快 他很願意跟從神 他放下他的重膽 很快就釋放到 但有些人 我試過有一個 他經常都生氣他的丈夫 經常都生氣他的丈夫 經常都說丈夫不好 始終不肯放手 這樣的時候就始終受影響 所以這個是我們學習 知道罪是被魔鬼留地步 我們就處理生命 處理情緒 收藏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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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寶貴 很體重自己的生命 於是那些小事不理 不值得理 放手 什麼都不好的東西放手 就有信心 越為神去向前走 就越得神起 所以不用怕 基督徒就算 如果有軟弱 以致為人祈禱的時候 也不用擔心 其實就是一個機會 處理一罪 基本上怎麼說 就是你享受神 在神的同在 首先有享受神的祈禱 就是耶穌在愛我 耶穌祝福的我 都是我恩典那種 耶穌祝福我 和我一起 照顧我的 哈里路人 沒有擔心的 不用擔心的 然後就愛護神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全心愛你 然後在這樣的狀況 你又認罪 處理罪 然後奉耶穌去趕情 那些情緒就會離開 就是在聖靈充滿 你一次一次這樣做就會趕情 那我在起初經歷聖靈充滿的時候 我就試過幾次 我就不知道那些是邪靈 而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當時有什麼情況發生呢 因為我就是 我們那個教會 在一個區 就很多些 就是比較環境不太好的人 我就試過有兩三個男孩 就是分開的 然後跟他祈禱 按手祈禱 那他的後果是什麼呢 整個硬了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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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掉下來 硬了 那我現在知道那些是邪靈 因為為什麼呢 他就 奉耶穌明趕邪靈 他就有反應了 那時候我就會叫他影聚 由奉耶穌明趕邪靈 這個其中一 之一的一個反應 有些就會 叫 我試過有個女孩 我祈禱他又硬了 然後我就叫他 張開眼睛 看著他眼睛 我跟耶穌明 一吩咐那些邪靈走 一吩咐那些邪靈走 他就很大聲地叫 但是 他說他裡面很害怕 他本身不害怕 但他裡面的邪靈很害怕 然後 講完邪靈之後 就沒事了 所以這個是 我們經常都看到這些很真實的魔鬼的作為 但我們不用怕 一點也不用怕 滿有信心 你越害怕就越有問題 其實耶穌所說 他說 我已經賜給那些拳兵 潛立蛇和蝶子 能夠勝過仇 一切的能力 斷他有十何能害裡面的 什麼都不用怕 趕邪靈的時候 看著眼 不是看著他裡面有什麼 趕邪靈看著眼 原因就是 他裡面的邪靈 看到出來 他看到外面 如果一個人是基督徒有信心的 是跟從神的 他就會害怕 他就會令到那個人害怕 但那個人 我叫那個人 那個人聽我說 但他裡面有另一個意念 會令到他害怕 但我們有耶穌的 我們就不用怕 但邪靈是懂得選人的 我們試過一次這樣的情況 有一次有個 我們的小組時間 有一個人有邪靈張面 我就跟他說邪靈 我去摸著眼 吩咐裡面的邪靈 離開 一說 其實他的過程是很兇 非常兇惡的樣子 但我一點也不怕他 因為心裡面不用怕他的 他很兇惡 我一說完 他一轉過來 一轉過來 他就看著另一個人 那個人 看到他的樣子 嚇到整個反彈 然後我們後來就問回第一個人 我說為什麼他會看他 他說邪靈知道哪個人 不聽神話 邪靈知道哪個人在罪中 他就會挖著那個人 那個人就會被他攻擊 邪靈是會有這個 他過不過我不知道 不過我們都不說那個人 他會威嚇他 或者他過也有可能 因為那個人如果是聚中 也有可能 就這樣做 我們看那些邪靈的情況 可以說都是很真實 看到 如果去非洲 有機會去非洲 能夠做那些邪靈式 講邪靈的工作 你就會更加看到很真實 因為他們是很真實看到邪靈工作 那些邪靈工作 他說難以相信邪靈會做到這樣的工作 但是我們靠耶穌又可以得盛 所以有機會如果去非洲的那個宣教 或者是印度 印度就會見到更多這些 問題就是說 如果平信徒經驗在方面沒有的 怕著邪靈攻擊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是我們隨時做準備 就是說我釋放你們去為人岸首期 就是想你們處理生命 每天都親人神 有專一的時間親人神 還有其他時間做其他日都親人神 尤其是做一些簡單的事的神 比如你在公司 那天就是搭子 釘子 那你就不斷害報神 做一些簡單的事的時候 你不斷害報神 還有我們在敬拜討告的時 你都盡量投入全個人放鬆了 享受神 其實信心是很重要的 信心是甚麼呢 耶穌愛我我覺得很重要 耶穌很喜歡我 耶穌看起我的 耶穌的能力很大 這個就是信心 就不要經常說 哎呀什麼時候到了 不行的 那這個就是懼怕了 沒有信心 經常都相信 我靠耶穌 凡事都能 好了 當你每天都在聖靈充滿的狀態 在愛慕神 然後你跟著奉耶穌明趕 你趕一趕 甚麼事都走了 你不用擔心 總之你處理罪 在聖靈充滿的狀態 又處理情緒 那你奉耶穌明趕 甚麼都趕了 這樣你已經可以跟人趕邪 最主要就是 你不要在聚中 不要在負面情緒 以及不要在缺乏信心 因為 因為邪靈已經被耶穌踩了腳下 為什麼我們要害怕呢 對嗎 所以其實你去到有機會 尤其是宣教 是容忍 見到有神社 這樣的時候 是鍛鍊你的信心 是提升你的信心 因為你看著它 有些彰顯 跟著它說完 跟著它沒有東西 是很大的提升 但你怕你就不敢做了 不敢做 也可以受攻擊 但你第一件事 不要害怕就是 就算受攻擊 最多就有清理一輪 清理完 這樣想 這個其實就是給你機會去清理 你去處理生命 但你 我告訴你 但當你有信心去 根本就不需要害怕了 你有信心去 你就照做了 我以前聽過人說 廣誠寧沒有按手 但我呢 我就說 我就試一下按手怎樣 我從那時候開始 一直都沒事 跟廣誠寧都是按手 因為我發覺 按手的時候 力更加強 所以我始終都是按手 但我就有信心 所以你們去到 如果你不信心 即是你覺得信心不足 但你又沒有經常害怕 你可以一路按手 一路按摩神 享受神 宣告耶穌的德性 這樣 即是 這樣的時候 你又不需要害怕 那你如果說 我有信心 按手就OK 所以你不需要 懼怕 越懼怕 就越有攻擊 而且你做慣了 所以你第一 就加添你的信心 即是宣教有一個好處 第一 祈禱看著別人好 或者舒服了 第二 祈禱多斜靈 這樣的時候 或者為人祈禱 他經歷勝利 那你就看到 我都可以一樣這樣做 我都可以這樣 帶著能力 那我們就會對神 更有信心 比較好 真的 小營 在頭看就好 也不會 我就不知道 哪可是 進去 你 他也不會 更有信心 我不太怎麼會